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YD的实验室 很多小伙伴都私信我,说想看看我养的蟑螂 好,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我养的蟑螂 但不仅限于蟑螂 右边这一堆箱子里是蟑螂 左边箱子里是蜘蛛、蝎子、蜈蚣 还有两只小螃蟹 这里是水质 没错,其实我是个爱虫人士 不接受反驳 好,接下来一个一个往下看 首先这第一个盒子里是美洲大连 这个主要用作繁殖小蟑螂 看无数的小蟑螂 下面这个盒子里是杜比亚蟑螂 都是一些成体和亚成体 我也准备用作繁殖 估计再过一两个星期 母杜比亚就要生小蟑螂了 下面这个盒子是樱桃蟑螂 是不是有点暗 看一下灯吧 这些是刚买不久的 樱桃蟑螂个体比较小 我用来喂蜘蛛、蝎子和蜈蚣 好,这边两盒是美洲大连 实验涌 你们所看到的实验都是在这里挑出来的 下面这一盒一样是美洲大连 同样是实验用 诶,怎么打不开 行动敏捷 快关上 越狱了就不好玩了 中间这个盒子是面包虫 就剩这么点了 很多都成虫了 看能不能繁殖的多一点 好,到了左边这对盒子 第一个盒子里是一只海南捕咬猪 非常凶悍 被咬到一口非常麻烦 咦,还有一只蟑螂 是我刚刚喂的 还没开吃呢 下面这个是羽鳞蟹 同样喂了两只蟑螂 这些毒物一般都是在晚上捕食 白天基本上不怎么动 挑逗一下 还是挺凶的 下面这个盒子是蜈蟹 喂了面包虫 行动一样敏捷 这只颜色怎么发白了 应该是要褪皮了吧 怎么少了一只 哦,原来躲这里 羽鳞蟹 蟑螂 同样是一只海南捕鸟猪 这个盒子里是我挑出来的一些蟑螂的卵鞘 孵化出来了很多小蟑螂 挺有意思的 两只小螃蟹 前两天都退了一层皮 结果两只都掉了一个钳子 还有最后一个盒子 养了一些水质 挥了一些螺丝 水质这些环节动物们的小东西 身体柔韧性超强 前些日子从盒子的透气口钻出越狱了好多 地上全是干死的水质 其实这些并不是所有 我还在家里养了一些古鸟猪 螳螂等我比较喜欢的小虫子 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蟑螂 包括一种绿色的蟑螂叫古巴绿香蕉蟑螂 还有一种会像枝料一样叫的蟑螂 叫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 这些蟑螂都是宠物蟑螂 不属于佳琪蟑螂 它们很干净 很漂亮 也很好玩 以后有机会给你们看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吧 顺便订阅和转发一下 让更多的人都有好胃口